好了,接著我們講一下利物浦的英超賽後評 其實前陣子我和很多利迷都一致裁定 就一定要多些用瑞士大隻佬沙基里 這傢伙的創造能力是可以提升利物浦去到主攻的層次 結果今場賽事作客克德斯菲爾德一樣沙基里打 進攻中場去到23分鐘 他一能夠進入角色就可以接應傳送,轉身得很快 進入就是貼近禁區頂的位置 送個漂亮的直線給沙娜插進去可以射門的地方 之前我們都講過沙娜的射門觸角好像不太好 不過這一球大家都見到 如果能夠送到漂亮球給他 其實沙娜都會做到合理的成績出來 就是能夠進入球 還要第一時間射入,還要用右腳 也就是說沙娜之前不能進入球 都某程度上和組織是有關係的 組織就不能進入沙娜 之前一直都是沙套文尼在左手邊拖慢進攻的節奏 亦都沒有用到沙基里去提升創造能力 所以之前沙娜欠缺供應 但今場的賽事沒有紋尼的 沒有人拖慢 所以其實今天來講 李物浦的整體連結可以爽了一點點 還有沙基里 結果創造力更好一點 產生了這個入球 這球是一戰定江山 不過今場的賽事 有很多李物浦球迷跟我說不太合格 其實因爲對著哈德斯、菲德 只能夠進入一球球 這部分我也同意 李物浦應該進入多些球 究竟問題發生在哪裏呢 其實就是在兩個人那裏 一個就是小烈子 小烈子就不是好做到支點 去到下半場才叫做到多少少 好少少 不過都是好少少 另一個人有問題的就是拉蘭藍 雖然經過了高普調教之後 拉蘭藍是一個很能夠配合組織的球員 而且高普也有很可能 真的很希望拉蘭藍可以打到左邊的進攻點 因爲利物浦裏面其實是沒有左邊進攻點的後備球員 即是紋尼不打就沒有人選 但拉蘭藍的確不是那麼適合打左路的進攻點 當拉蘭藍在左邊的時候 其實他有很多時候都做不到 最主要的原因 當然就是他已經不夠速度了 所以你不夠速度 就很難彌補到覆蓋面的 但你可以留意一下 當拉蘭藍一離開左邊 進去中秦中的位置那裏的時候 拉蘭藍立刻是沒有問題的 是做到所有的連結做事的 也就是說其實拉蘭藍更加合適打中場中 之前幾季我們見到 拉蘭藍最厲害的時刻 就是他後上插入 突然之間overlap 或者插入中路的禁區裏面 那他就是適合做這些事情 也可以在中間做防守 所以今場的賽事 拉蘭藍很多時候都是入回自己熟悉的中路 中間中場的部分 左邊的進攻面那裏 其實那條線就沒有人的了 那這個就是一個原因 令到利物浦用不完進攻面 用不到球場的闊度 那就算有這個沙基里做禁區頂的 是主角進攻中場都好 沒有人拉左邊都是沒有什麼用的 那就是沒有辦法構成主攻的結構 這樣就減低了入球能力的 那也都見到有時候 就是這個羅伯辰要去到好前 或者薩辰特攻 就是詹士米娜要去到左邊的位置 填補那些位置 這樣的話也削弱了 就是防守能力的 這些球員上去回不了 就例如好像39分鐘那樣 就是差點就輸過反擊 那就是因為這樣 這樣他們的球員 去了填補左邊的位置 回不了 突然之間就不夠防守中場 就是被克德斯菲伊德打個反擊 幸好就是進步神速的高美斯 包回個位而已 那究竟可不可以在比賽的途中 改變一下結構 令到拉蘭蘭又可以打中場 以及也可以加強利物浦的進攻火力呢 其實那個方法就是 將這個沙基里放回去右邊 叫他做這個半主角 那沙娜呢就去左邊 就是做六頁 就變成中短期進攻 一個合理的中短期進攻結構 都總好過一個不合理的主攻結構 那不合理的主攻結構 就不當不遂反而 就很難控球在腳 但是一個合理的中短期進攻結構 就好很多 是更加有機會長期控球在腳 所以你會發現 就是去到上半場的中段 利物浦一個不太合理的結構 裡面很難長期控球在腳 反而是給了不少機會 哈德斯菲爾德 加上 利物浦現階段的整體 是在體能上調整 都很難說馬上迫回球 所以我會建議 就是利物浦轉一個合理一些 的中短期進攻結構 不過唯一的阻力 就是很可能沙娜 沙娜就不太喜歡去左手邊 不如叫使道列治去左邊 反正使道列治都不太懂得做支點 叫沙娜打中路 沙娜其實也是會做支點 不過會削弱左手邊 六頁插入的能力 究竟沙娜是不是真的不喜歡打左邊 甚至有人跟我們說 沙娜不懂得打左邊 其實打左邊做六頁是簡單的 只要你有速度 很多東西都可以彌補到 只要你懂得適當的時候 插入就可以了 我總是很想看沙娜打左邊 會有什麼效果 不過呢 就算到下半場 拉蘭蘭退下火線 都是叫沙基里去左邊 而不是叫沙娜去左邊 沙娜繼續右邊 反而就局限了沙基里的創造能力 沙基里就沒有機會 在右邊內設入做半主角 一件事是很明顯的 就是沙基里的短傳能力 是比沙娜更好 短傳當然是做半主角的 是必要條件 而且我亦都有一件事很清楚的 就是這個文尼打右邊比打左邊 也就是說其實 這個左腳打左邊做六頁 是簡單過左腳打右邊做半主角的 所以我就不太明白 這個沙娜是不懂得打左邊的這個言論 就是我覺得呢 是他不想的機會大一點 就是沙娜不想打左邊的機會大一點 那他可能就是覺得 沒有了內切入 切大位 入球會少了 不過 如果有個是沙基里 或者基達禁區頂做創造的主角在 其實呢 沙娜依然有很大機會入球 就是好像今天這樣 也有一個是沙基里 送直線進去給他插入 那這種做法呢 反過來 如果這次是沙娜在左邊插入 過程差不多 都是送直線給他 射球的腳變成左腳 把握到的機會更加大 所以其實有沙基里 或者基達這些主角在的話 這個沙娜打左手邊 其實是不會削弱到入球的數量 除非這個沒有沙基里 或者沒有基達 這樣的話 沙娜就應該打右邊的 我也覺得 那這些就是一些理論來的 我也希望高普可以試一下沙娜去左手邊 那這個文尼在右邊更加好 可以做六頁 配合到進攻中場 嘗試去解決上個月 文尼不停做這個半主角內切入 做錯時間 拖慢節奏的這個問題 好啦 去到比賽的最後 其實利物浦三番四次 都有倒三角形的反擊組織 或者反擊機會出到來 但每一次超級連結人的傳眾 都不是那麼好 做超級連結人的人 其實有很多個 當時試過沙娜 試過發明佬 不過都不是說做得那麼好 可能是累了 或者狀態不是那麼好 另外就講一些個別球員的情況 例如去到四十一分鐘的時候 今天打正選的克羅里亞 中堅球員盧夫雲就爆炸 後邊就是猜球 裸失了球 差點給對手出現機會 結果就真的出現了意外 就是薩神特攻不小心禁區裡邊的手球 幸好球證就沒有給十二碼 這一次都可以說是因為盧夫雲爆炸所引致出來的意外 盧夫雲的球底不是那麼好 他猜球要小心些 或者要練多些 另外 盧夫雲有很多高球都不是很搶到最高的點 即是不能夠及時解圍 有時候還不跳起 所以我估計盧夫雲相信 都只是可以對著榜尾幾個球 才有機會正選 其他的賽事都應該最好 還有高美斯打回中堅 配搭著雲迪即刻 講到利物浦的守門員艾利神 守著龍門沒有太大問題 不過今天踢過球就一般 有一次就踢得很難 另外有一球球又過分冷靜 出球遲了 被對手前鋒的敵譜特別封到 他也要練多些 就是早些踢過球 以及踢下球 講真的 他也的而且確 沒有國家隊的後備門將艾達臣 即是萬成那一手門員 踢過球那麼好 另外巴西的中場球員 法邊奴今天後備都在踢下 面對密集的時候 在細小的空間做短傳的時候 也是見到他的球底技巧 傳球能力 就不是那麼好 也有些令人擔心的感覺 有些時候他也真的 不是說很用不到球 控制到球 面對密集的時候 他不是很幫到手 拆球 這個很可能就是高普 永遠都比較少用他的原因 去到最後 大家都希望找到一些原因 幫小弟按下廣告 在每一條片裡 保留準數量 按廣告 彈廣告 播放廣告 原因 就是可以幫小弟 有一點點收入 可以有個尊嚴地 生活下去 以及繼續 免費為大家出到片 之前那一兩個星期 大家似乎是鬆懈了 希望大家不要鬆懈 繼續堅持 保留一定數量 按廣告 播廣告 彈廣告 視窗出來 播完廣告 這裡先謝謝各位 那大家如果 已經 按了廣告 或者懂得怎樣做 就不需要再聽下去 不過小弟 都需要照顧新的聽眾 來到這裡 大家看看一些問題 有人問為何電腦沒有廣告 相信 你電腦那裡 裝了一個 Block Ad程式 檔廣告 只要你 認識那個程式 你會發現 就是這個電腦片 裡面會有 Banner廣告 片的右邊 都會有廣告 大家可以 按下去 彈到廣告視窗 就可以幫到手 手機那裡 就是片記下面 就是有一個固定的 廣告字眼位置 大家只要按下去 就可以了 而無論手機還是電腦都好 Youtube都會 時不時在片的最前 或者最後 插入廣告片 大家除了播小廣告片之外 還可以在廣告片裡 找廣告連 Click下去 例如電腦的話 廣告連會在廣告片的左下角 手機的話 廣告連會在廣告片的右上角 好了 那就下一條片 又再見 拜拜